现在长龙野生动物园 长龙长龙 哇 全红柴妹妹终于来动物园了 之前奥运会采访她 她说没去过动物园 半假天回家回家又没去别的地方 好可怜啊 没钱 家里穷 游乐园没去过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 终于实现梦想 来到广州的长龙野生动物园 和她的师哥陈爱森 两个人都是奥运会冠军 才为长颈鹿 本来就是小孩子嘛 14岁的小孩子 才像初中吧 一般 对吧 14岁 我记得我才初一还初二 这是什么动物啊 大象 小小猩猩 哎呀 太可爱了 小猩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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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身